TESLA Model Y Hello 大家好 我是YYP 严宇鹏 现在的汽车媒体圈看起来还挺热闹的 大家去翻那些社交媒体 经常会看到很多人在买超跑 提心车 玩什么性能车 好像这个就是我们当下 年轻人对于汽车文化关注点的写照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我有点不同的看法 进入2021年年头 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元旦那一天 TESLA Model Y上市 相比原来有个大的降价 引起了一番的哄抢 然后我就开始了出差 我先去了一个新能源车的 在海南的试驾 然后我去了蔚来的Neo Day 蔚来发布了一个很重头的新车 接下来我们一回来 比亚迪发布了他的全新的 这个叫超级混动系统 也是一个基于电的系统 再来我们又接触到了小鹏的NGP 就是他的全新的自动驾驶的发布 然后这两天 TESLA又发布了他的新一代 革新度非常高的Model S 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些事情 全部都跟新能源车相关 我们现在经常去谈论的 议论的很多行业的事件 八卦 最新的能够让我们很兴奋的消息 都是离不开新能源 再加上我们戴车人论 在去年自己掏钱买了4台的新能源车 而且还有我们很多同事 也是TESLA、欧拉这样的车主 所以在我们身边真的有很多的 纯电动、新能源车、用车的体验 这些车带给我们新的体验 新的思考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 就我入行已经快20年了 但是在过去20年接触到的新的东西 还有新的体验 真的远没有 最近这一年两年多 我们再往前去看未来的两年三年 我觉得这个行业很可能会发生 非常巨大的变革 这种变革应该在我过去经历的 20年的汽车圈都没有发生过 在这样的背景经历下 我觉得我生存在一个 讯息万变的汽车变革的大潮当中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的经历注意力 还只是放在一些油车、性能车、情怀车上面 而去丧失了对新能源整个行业发展的 影响未来的变化的洞察 我觉得我是很对不起自己 也很对不起大家的 所以处在这样一个巨变的时机 我想去做点东西 去记录下中国乃至世界 汽车行业的可能是百年一遇的变化的周期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决定要用一个账号 来记录这一场汽车行业的变革 这个账号的名字就叫做 YYP看汽车 本来我想叫做YYP看弯道超车 或者叫做YP看汽车行业巨变 名字都太长了 我们就直接浓缩一点 YYP看汽车 但我看的真的就是 汽车行业百年一遇的变化 当然着重看新能源 但开这个号并不代表 我会正式的宣告自己 成为一名电动吹 现在一讲电动车 很多人就会说你是电动吹 但是我认为 我不会做一个电动吹 跟那些真正的电动吹相比 我会更加明确我的定位 我只是在观察 从油车到电车 这个行业的变革 我希望我能够发挥 我自己的擅长的优势 就是我是一个入行 已经有20年的人 我经历过中国汽车行业 从无到有的一个发展 我经历过07-09年 中国家用轿车的井喷 我经历过中国的汽车的自主品牌 从造出来的车非常烂非常差 到今天 中国汽车自主品牌 能够拿出一些很拿得出手的产品 再到他们想要冲高 想要做高端车 再要到他们去想要抓住这一次 电动车的机遇 实现弯道超车 这些我都是经历过 看在眼里 所以我可能比那些普通的电动吹 有更多的 对于过去的感悟和认知 从而能够温固知心 看得到未来 将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情 哪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哪些是真的意义重大的 所以在这里头 我会定位好我自己的角色 我不是一个吹 我不是一个纯粹的推动者 我其实都没有义务 去推动任何技术向前发展 因为这是用户市场共同的决定 我会做一个中立的客观的观察者 在这个过程中 发挥我自己的积淀 去做一些准确的观察 然后在这些观察中 在各种的不确定性中 去找到一些确定性 再把这些确定性沉积下来 变成我自己的观点 再用这些观点 去给大家做一些 我应该做的推荐 或者表达 我对一些事情的好坏的看法 YVP看汽车这个账号 将会有文章 有视频 也有一些零碎的分享 我的主阵地应该会在B站 因为B站是代表我们广大的 有智慧 有消费力的年轻人 同时我们的新能源车 电动车都是面向未来的 未来当然就是属于年轻人的 同时在我们其他的 广大平台的各种老地方 大家也会继续看到 我的这个栏目的内容 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 就点关注 给我一键三连也可以 记得先关注起来 因为我会看着我们的粉丝数 每达到一个里程碑 我会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福利 出定这个福利 就是WiwiP在汽车行业里 深耕了20年的一些爆料 其实我有好多料可以爆 我现在准备了100个瓜 可以送给大家 但是这100个瓜 到底多久送一个瓜呢 是不是每1万粉丝 我们送一个瓜 不确定 关于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聊什么 大家都可以开放的评论留言告诉我 我现在想到 接下来几集我们可以聊的话题 包括电动车行业 最近很火的 固态电池 1000公里续航 还有我们很多人一直在争议的 宏观话题 中国汽车的弯道超车 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 这些话题 接下来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记得喜欢我这个节目 一键三连 从今天开始 我在B站就是大家的好朋友 谢谢大家支持